小朋友,你們知道我身上揹的這個東西是怎麼做成的嗎? 天啊,是要採什麼樣的材料要冒著生命危險爬這麼高呢? 這個是今天的科學遊戲嗎?隨手可得的吸管又可以發展出什麼樣刺激的比賽呢? 在上面滾的小東西又是什麼呢?看到小朋友製作的玩具和好玩的比賽是不是很想參與啊? 還不趕快跟著科學小原子一起上課囉! 牆上色彩鮮豔的壁畫,訴說著不同的泰雅故事,孩子們奔放活潑的氣息展現出他們的熱情 今天啊,我們又再度來到了桃園的高藝國小 久違的學校,小朋友的神采依舊這麼的可愛調氣 受到他們的影響,為何小朋友一起玩起來了呢? 好,來! 好了,我們進教室了好不好? 好不好,我們現在數到三了啊? 看誰可以先衝進教室啊? 一、二、三,比賽第一名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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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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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快,快 快,快 快,快 快,快,快 快,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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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請謝老師進來好不好? 好 謝老師 好 謝謝 謝謝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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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有沒有看過這個? 有 王阿到底知不知道啦? 不知道 王阿什麼意思? 背 背東西的意思嗎? 王阿補尿 王阿補尿是什麼? 背木材 背木材 背木材嘛,對不對 聰明給他掌聲鼓勵 這個就是以前我們傳統的 就是背木材的工具 好啦,那你知道這個王阿要怎麼做? 不知道 嘿,老師 那我們就帶他們去看啊 OK 好,走 在山框水色之間 兩座橋並排跳躍兩端 新建的紅色羅浮橋 還有紫色的復興橋 真相述說著復興鄉交通的歷史 雲霧飄渺之中 我們來到了海拔六百公尺以上的高藝村 至聖山間的高台和教堂 像是和天堂連結的地方 順著熟悉的道路 我們終於找到了這位打燕的勇士啊 嗨 嗨 你好 大武士 兄弟 江玉銘大哥 泰雅族人 擁有腳尖的身手 從小在部落長大 智力傳承泰雅傳統文化 大使你好 大武士 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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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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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這一次 謝老師就是要帶我們來拜訪你了 那那個八甲要怎麼做 那很簡單啦 江大哥帶我們去就可以了 八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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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風 你要抓好 要抓穩了 看到了沒有 這個真的是太恐怖了 沒有想到突然刮起一陣大風 整棵樹劇烈的搖晃 我跟謝老師在下面看到都腿軟了 不要丟 丟遠一點 小心 過來 走 好 好 看到了 好大一蟲 小心 小心 有了 我來 好大一蟲 可以嗎 慢慢來 小心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你不要騙人了 你不可以叫你阿公吧 你是三十歲而已對不對 五十多歲了嗎 五十多歲了嗎 五十多歲了 好 好 可以嗎 好 我為我們打燕的勇士來鼓掌一下 厲害厲害厲害 哇 優達 不開心 太厲害了 我給你這上最重高的敬意 最厲害 最厲害的勇士 優達 你果然是我們打燕的勇士 這麼高的松樹居然輕輕鬆鬆地就爬上去了 即使風刮得再大 樹搖得再晃 也完全不受影響了 你看 才一會功夫 樹就砍下來了 太強了啦 好 接下來呢 我們把砍下來的樹枝呢 先將多於用不到的質感去掉之後呢 然後再聚成兩半 發現了嗎 樹枝的形狀 剛好可以擺放木頭哦 這個刀子 如果說 平常以樹枝這樣削的話 這個刀子會 容易磨損 刀子會磨損 對 因為我們要削的話 從頭往尾巴那邊削 就是順著像這樣子下來 就是從這個下面這樣 慢慢往木頭這個地方 如果我把它反過來這樣子呢 反過來這樣削 這個木頭會不會怎麼樣 會磨掉 原來削這個樹枝 可是有方法的哦 要先將樹枝朝下 順著它生長的紋路去削 才不會傷那刀子 也不會讓木頭裂掉 爬樹我是沒有那麼好的身手啦 不過把多餘的樹枝削掉 這個我是OK的啦 你看 我是不是很有架勢啊 將來要教孫子 可以的老師 這個沒有問題了 這個就不要了 這個就剩了 要一起平均的啦 要一樣高了 我們人也是一樣的 一長一短的話 也是一個 有大使師跟我們講說 我們做人也是一樣 一長短就 平衡就跌倒了 我也聽得懂 對 真的嗎 沒想到從銷樹枝裡 也可以用回到做人做事的道理 真的很有哲理呢 修整完樹枝的長度之後 再以尖寬的尺寸 大使 問我沒有做平均 你也很高 這是你的肩膀嘛 喔 肩膀 這個比較長的是你的腰部啊 背後 先做好肩膀跟腰部的 然後再量那個背部的 可是這個背部的一定是比這兩個 這中間嘛 就是肩膀 背部 然後再到一個腰部 接下來就是要再這樣子嘛 這樣子對不對 固定起來 尤大使 你真的很聰明耶 先固定好肩部和腰部的寬度之後 就能準確地測量出背部的寬度喔 肩部 背部 還有我們的腰部 那我這個迫不及待想要先來試背看看 是這樣子嗎 這個就是我的腰部啦 然後這是我的背部 然後接下來是我的肩部的部分啊 對啊 最危險的地方是 臀部地方 如果說 被很重的木材來講 你這個 這個 你放在腰部上面的話 你這個腰部會受傷 腰部會受傷 臀部面積大 對 所以這個是符合人體工學的啦 對啦 壓力它的意思就是一種破壞的作用嘛 你總不希望你的屁股被刺一個痛 我當然不希望我的屁股負責啦 想不到我們的老人家啊 在以前就已經知道要符合人體工學 身體才不會受傷喔 難怪人家常說 聽老人家的話準沒錯啦 說著說著啊 現在已經進入綁繩子的階段啦 而且啊 這個繩子還有分肩背式的 還有頭戴式的雙重選擇喔 我們放好木材之後 再將樹枝尾端的繩子繞到前端綁緊 記得啊 一定要多繞幾圈喔 哇 要綁那麼緊喔 怕我們走路的時候會 跑掉喔 對啊 繞兩次了 好 好 好 等一下 哇 我覺得這樣背很舒服耶 對啊 老師 你就把它背到台北啊 不是 我覺得它的肩部跟我的背部 還有我的臀部都頂著 這是兩種選擇 它這個套帶是它可以扶住的作用 為什麼 光是靠那個肩帶來講的話 肩膀肯定是肩膀會痠痠的 是喔 我來走看看 可以啦 好了 像這樣啦 可以啦 可以啦 可以了耶 哇 由達斯 對 感謝你啦 哇 我們打彥的這個幫啊 太厲害了 我看我的重量大概已經是有15公斤有了 有啦 這有15公斤了 以前你最多背多少公斤 以外都是要100公斤就對了 哇 真的還是假的啦 100公斤耶 對啊 難怪你現在這樣子那麼厲害 在當爺爺 爺爺了齁 爺爺了齁 好啦 謝謝啦 看看我身上這個背架啊 它利用了頭帶 肩帶還有臀部等地方 來分擔木頭的重量 看起來是簡單 其實它一點都不簡單喔 知道 他們可以有從來的 他們有用來的 他們有用來的 可是他們就能借一點 他們要用來的 他們要用來的 我們是母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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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達恩實在好厲害喔 爬得這麼高 太強了 太厲害了 那老師 你現在又發明了什麼遊戲 要教我們小朋友玩呢 首先 這是什麼 來 我們把這個交環 然後裡面放一個秘密武器 來 看看 它從斜坡上下來的時候 它會這樣喔 這是可圓形耶 怎麼會這樣轉呢 因為它有一個小鋼珠 這個鋼珠呢 它移到這個前方的時候 就會使它翻過來 那這就是我們背著東西 或者不背東西 我們能夠走路的一個原理喔 這個也是有跟我們老人家的智慧 有結合囉 對啊 你看 我們人在走路的時候 是不是一腳往前 是 然後我們重心就改變 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鋼珠呢 移到前方的時候 它重心改變囉 它就可以前進了 就好像我們背著木頭 往前走這樣子 對 在初步了解 重心的科學原理之後 我們也來做一個迷你的吧 首先剪一小段吸管 然後接著再把氣球剪一半 套入吸管的另外一端 封住洞口 然後再把小鋼珠放到裡面去 另外一端啊 也同樣用氣球套上 鋼珠膠囊就製作完成囉 哇 哇 你的怎麼那麼短啊 等一下這鋼珠怎麼放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你絕對要這麼短就對了 你確定 確定喔 好 好啊 那鋼珠再放一個 一個人做不好弄 這個時候互相合作就最重要啦 還有還有啊 要注意氣球皮 不要完全套住吸管喔 這樣才會比較好滾動喔 做好了 我們就趕緊試試吧 輸得彈耳朵喔 怎麼會這樣子啊 怎麼會這樣子來比較看看啊 到底誰的長誰的短啊 有賣的好像比較長耶 再一次再一次 還是誰贏 還是苦賣啊對不對 我們來問看看老師 為什麼會這樣好不好 老師 這是為什麼 當這個吸管倒下來的時候 小鋼珠跑到前面 跑到前面的時候呢 形成一個力矩 使它翻轉 假如說這個小鋼珠很重 那這個吸管很輕 那麼它產生的這個 翻轉的力道就強 那這樣它翻的就快 反而像這樣的一個短的吸管呢 那它走到這邊 它一步跟長吸管走一步呢 那長吸管走一步 就比短吸管走得遠了 這就跟高個子走得快 然後矮個子走得慢 到底差不多 看清楚了嗎 是不是長的先抵達呢 不過鋼珠為什麼會讓它轉動呢 膠囊會在軌道上翻轉 是由於鋼珠的移動 讓整體的重心位置改變了 這個時候 重力對支點 產生了翻轉的力矩 所以鋼珠越重 吸管越短 就會翻轉得越快喔 為什麼我把罐子 垂直90度 把吸管從上面放下來 不會旋轉 好問題 吸管它能夠在這裡翻 是因為這個氣球呢 它跟板子接觸的地方 有很強的摩擦力 然後造成力矩它才會翻轉 那太大的角度呢 讓吸管跟板子沒有辦法接觸 它這邊就沒有辦法形成力矩 那它當然就沒有翻轉的道理囉 氣球和板子接觸的地方 因為有摩擦力造成力矩 所以會翻轉 但如果把板子直立 氣球無法接觸板子 沒有力矩當然就無法轉動囉 一 二 三 來 死 死了 死了 可以的 起草 有 樹花水道 水道 高速滑水道 加油 高速滑水道 高速滑水道 有了 YES 超滑水道 超滑水道 來吧 好 再把三次吸管切好了沒有 很好切 可以喔 可以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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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 開始 喂 I will be 哇 來 各位小朋友啊 我們杯架上面呢 杯的木頭啊 是越高還是杯得越低 會比較好走路呢 越高 我把長吸管 跟短吸管 擺同樣的傾斜度 然後放手 哪一個會先著地 長的 有三票 短吸管會先著地的選舉是嗎 第一 好 這邊 一 二 三 誰先 短吸 好 你們剛都試過了 能不能維持一分鐘 不能 不能 對 老師可以了 那現在呢 我們給你多一個秘密武器 噔噔 如果我把它揉成一團 然後我要把它黏在上面 還是中間 還是靠底下 上面 可以幫助我們維持比較久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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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黏在上面的請舉手 一票 兩票 黏在中間的請舉手 一票 認為黏在靠底下的請舉手 好 很多很多 做做看 很多 你覺得要放在中間 還是上面 還是下面 上面 下面 你下面 你上面 中間 你中間 為什麼你要放下面 因為下面可以支撐它 可以支撐它 你呢 怎麼覺得我們維持比較久 持續比較久 持續比較久 壹傑 妳為什麼要放中間 我會走 倒倒倒 這樣子才不會那個 打到中間的支撐 哦 所以 重心 重心啦 你要把它擺在中間就對了 好啦 到底結果會怎麼樣揭曉呢 待會 黏出來再比看看就知道了 好不好 壹傑 可以沾耶 哇 可以沾耶 你啊 打人來 好啦 小朋友蹲停了有沒有 有 好啦 到我身邊 快點快點 來 來 來 快點 快點 好 現在我們就把 重心高的 重心低的 還有重心在中間的 分成三組 來看看到底是哪一種 可以在手上撐得最久 一 二 三 救命 這兩個都有了啦 這兩個都有了啦 哇 這兩位啦 來 我們已經搞笑了 我看到 等一下 等一下 來 答案揭曉了 再高的 這兩位最久 來 我們看到古麥 古麥你剛剛怎麼用 八五 你剛剛怎麼用 八五 你剛剛 你誠實 你誠實 古麥 古麥你剛剛用手夾成這個樣子 想騙我 蛤 你這個是 豪肉碎啊你 我剛剛用個子 不算 你打叉啦 給他 對不對 是不是你 養手最久對不對 知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對不對 我們來問老師啊 老師 如果有兩根這個吸管 一個是把它黏在底下一點 一個黏在上面一點 然後我們來做個實驗 我這樣把它放手離開 看誰先倒 誰放中間 誰先倒 中間 中間的 換句話說 這個重心比較高的 就比較慢倒 對不對 對 我們的舊印象 是不是說 一個物體擺在地上不動 那重心越低越穩 對 對 這我們的舊印象 可是呢 我們人在走路 人在走路的話呢 那它是藉著重心的移動 那這個時候 就是重心越高 那麼它想要倒下來 所要花的時間比較長 那我們配東西的時候 種的東西要擺上面還是擺底下 上面 好棒 來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去玩 最後一個好玩的遊戲 老師 那我們到操場去玩好不好 走 好 小朋友走 我們到操場去 好了 快 快 好了 是誰最後一名 我 天老師 好 好 重點 現在呢 我們要來玩一個遊戲了 好不好 可以 老師 來幫我們說一下嗎 這是我們的小朋友玩的遊戲 飛人 飛人遊戲 好啦 我們現在呢 要怎麼飛人呢 我先當男生喔 那男生的話 要把手變成這樣子 好 超級 然後擺在這個腰部 身體呢 要挺起來 好 然後抬高 擺在腰部 好 靠緊 好 這邊 挺胸 挺胸 對 正確 女生來 一個膝蓋 靠這裡 一個膝蓋 好的 跟另外一個 那個腳交叉 太輕了 然後最後呢 最後一個重點 手臂一定要伸直 挺胸 女生也要挺胸 好 男生 好 加油 加油 好 來 好 挺胸 男的挺胸 握手 好 你尚忘協 沒關係 尚忘協 尚忘協 好 來 加油 來 給他加油 小朋友觀察到了嗎 飛人遊戲和飛駕 都有相同的科學原理喔 就是把重心升高 讓整體比較容易維持平衡 所以不管是人或是木材 都不容易倒下喔 好斷 好 現在小朋友呢 經過我跟謝老師呢 知道之後啊 所有呢 都已經各就各位了 已經準備要開始 準備好了沒有 沒有 好囉 那我數到三喔 看誰走得最遠喔 預備 一 二 三 開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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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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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在這裡啦 Kumai Muscle 榮獲這一次的 悲人冠軍 耶 好棒喔 可以喔 今天我們在科學遊戲中 了解到了重心位置的不同 會影響物體動向的科學原理 也從製作杯架的過程中 看到打焰勇士的魄力 而學習到前人的經驗法則 相信打焰的智慧與文化 會一直傳承下去 傳統文化 新創意 科學遊戲 玩不玩 科學小典子 耶 衝贏 他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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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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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好 好 好 快點 好 好 好 在這個充滿多元創新的時代裡面 原住民的傳統精神呢 在這個時代當中的各個領域裡獲得展現 今天這一集的前進部落呢 我們將專訪四位 積極結合人民元素 與流行時尚的服裝設計師 讓我們一起透過他們的創作理念與作品 一同感受原創力的脈動與魅力 千萬別忘了 每個星期晚間十點 進行準時收看前進部落 請見過的女海中 你是最美的一個 你是最美的一個 要是能就這樣握著你手 從現在開始到最後一手 不要抱歉 不要告別 他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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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基尼 很想 對你認真的認識 我 流行 在一傳心灰 在心灰斑斂裡放隔 在心灰斑斑裡放隔 在心灰斑裡放隔 我是阿洛 今天要代表巴黎怎麼能夠團隊 要祝福原住民族電視台 七歲的生日快樂 原住民族電視台 將按活動有來囉 只要您對原住民族社會夠了解 想要記錄原住民族 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力 歷史事件 就可以參加這次的正案活動 即日起到9月28號截止 正案詳細資格請上原事網站 或洽詢02-2631-8100-1983 你為什麼願意嫁給我 因為愛啊 所以我願意 那你為什麼要跟我生Baby啊 因為愛啊 所以我願意 因為愛 我們願意全心養育我們的小Baby 因為愛 我們願意給小Baby好的醫療品質 因為愛 我們願意幫助家庭 經營婚姻 教養小孩 因為愛 我們願意一起付出 愛護所有的孩子 並且好好養育他們 照顧他們 愛 我願意 不要 我願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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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氏七年 一起爱袁氏 袁氏七年 一起爱袁氏 台风季节已经来临 当台风来袭时 常带来大雨 豪雨 甚至超大豪雨以及强风 请勿在台风警报时 从事登山 海上活动 并请严渣防范椰水 土石流 及山崩等灾害 及早做好防台准备 以减少台风带来的损害 交通部中央气象局关心您